大家好 朋友们好 我身后是水上高脚乌乌下是发源于中国的湄公河之流 在这里越南渔民充分利用天然又是种植 养的鱼出口中国可谓饮水思源 哈哈 就我这身装备有谁不服务 当然这里是越南 没有诺康这也不是湄公河行动 这只是保护我自己免得太阳伤害而已 在热带雨林固有的环境之下 高累 阳光下半天是这样的 一天后是这样的 正当我要骑上我亲爱的小摩托去一探究竟 天空下起的暴雨 这便是热带雨林气候殷勤不易 比翻点还快 这里只用雨季和旱季 没有一年细季 哇 赵索泉正在已归宿前进 也不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货 湄公河灌溉了越南大量的农田 让越南有足够的粮食出口 也方便了水上交通运输 你以为的灯塔是这样的 而我这灯塔是这样的 简陋了点 它亮不亮不重要 即心中有光就好 在中国旺财是一条狗 在越南旺财也是一条狗 毕竟狗也会避雨 旺财和我在同一屋 颜沙避雨 旺财的眼睛和嗅嘴一样灵敏 他看到船来了 船刚靠岸 船上的勇士 左手加油 右手打电话 驳着装备 首先发起了冲锋 也随其后的是文热的小姑娘 吃力的推着小红车 在真勇猛对面还没上完 就第一个冲锋陷阵 现在人还没上完 旺财已经顺利登船了 左边大叔也很厉害 拉着两筐波罗蜜 也不怕滚到水里 趁着重力就划着船上来 至时 右路大军也发起了冲锋 这位头则满满一丘波罗蜜的勇士很厉害 凭着一条腿 登登登登就上了船 当年的我也不过如此 纯粹要离开一位拦木瓜的勇士 从左路杀出 纯粹破于顾客就是上帝的压力 只得靠岸接待勇士上船 换着我 我才不管你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等杀一趟吧 溜烟的滑了杀去 但这一票船主可挣两千块 看清楚是越南的两千 你在手上看风景 船上的我在看你 不接手机皆是过往 旺财看着过往的船只 心中撒客的孤独柔然而生 寒江过瘾 江河过瘾 江河过瘾 相当何必曾相识 又何尝不是在异国他乡 顶着发源于祖国的湄公河水 这水是黄的 经过几千公里的翻山越岭 游到越南河水已经做不到 节省自豪 出于你而不然了 风沙起的雨而旺财依然在眺望 也是一群为生活而帮过的人 最后是熟悉的快递小哥 最后是阿里投资的 收逼 沙皮 以及去越南最大的电商 前面是极图快递 累了很多品牌翻山跨海 走出了自己的国际化 看我收拾发抖的口罩就知道风雨的威力 哇 有衣服的穿衣 有伞的打伞 一没雨也没伞的旺财 着急地冲到船头眺望对半 别人在登伞 而我在等雨停 总有一段路要自己走 我按了旺财第一个冲了上去 狗腿子 跑得真快 只留下我一个人在最后 我也上到了这这小岛 出发药育圈 穿梭在洋长小道上 就专供过往全职加油的水上加油站 织母鸡带着一群小鸡 多么温馨的一家 老一哨开着摩托车非发化 走到了我前面 这应该属于微房了吧 在后边的椰子树有1234567个椰子 哇 这是比我的头还大的波罗蜜 这样摘一个算不算偷呢 这路边的算不算野生的呢 啊 这里还有芒果 哇 住在头顶上 不是特首可得吗 我两公里边遇到了一条泥路 哈哈哈哈 我的车身陷其中 仅能参告 旅途结束